拿去香港的動物園去給他用 就香港的動物 把人的動物系抓緊就對了 不是 當然是有講 好啦 那我們就是會 百分之五的利潤 會回歸他們的動物 不是在台灣就對了 對 好 來 我本來覺得這個 可是我剛剛看因為中伯 咄咄逼人 咄咄逼人 一般來講 但是我從Tony身上 身上 他有在身上 我從Tony的身上看到那種 不卑不亢 勇者無懼 看看他 他就瞪回去 可見他對於他這個牛仔褲呢 他有相當的自信在 可能就是真的 OK 來 資訊提供完畢 三組來賓想清楚 真的還是假的 有把握 壓三分 沒把握 壓一分 來 請選擇 對 後面是分數 好 第一組壓的是假的兩分 第二組壓的是假的三分 第三組壓的是假的兩分 好 大家都覺得 Toni很假 只是分數不一樣 為什麼 兩分 就很簡單 就是鬼扯蛋 為什麼 講得好 對 這麼鬼扯蛋會不加三分 因為我覺得 因為剛剛玉琳哥有講說 他好像很誠懇 我也是想說 好吧 1分給他的這個表情 OK 為什麼要鬼扯蛋到這種地步 你說這種抓痕 這種再說不過去 我家裡給狗狗貓貓抓也是抓 我家貓抓得比牠更美 結果回到我原來的問題 為什麼這麼貴 還是得不到答案 所以我可以講 沒有市場的 他三到一個禮拜才能咬一箭 一箭頂多賣一萬多袍 一次丟一堆進去 賣一堆 獅子還在那邊認真 一箭一箭抓 對 而且你知道嗎 動物管理員怎麼弄 動物管理員 這個東西還好飛到香港去 而且雀雀有可能會 阻塞那個大廠讓牠便祕 而且這一定會有一些團體 會出來呼 不好 OK 好 現場三主來賓都覺得是假的 只是分數壓兩分 三分的兩分 你覺得是真的還假的呢 真真假假假假假假真真 正確的答案是 假的 好 恭喜三主來賓 果然是名嘴 疑心病本來就比較重 你已經沒有機會這麼高 太制度了 Tony 可是你剛才在答那個過程當中 不管是談吐各方面都非常的篤定 您本身是從事什麼工作 我在醫院做朱衛錦 在醫院做朱衛錦 那跟這些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你為什麼可以答得這麼 還騙過沈玉琳 好流利 那你有去過香港動物園嗎 香港動物園沒有 好 好 果然是名嘴 厲害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就來看看 其他幾題能不能這麼厲害了 好 來 第二個 米可白帶來的潛意識是 好 第二位是 內衣橱窗真人秀模特兒 太重心了 感覺又開心了 心形還滿漂亮的 米可 請問一下 為什麼老闆會想到 要用一個真人在櫥窗 因為以前都用假的模特兒 對啊 可是他太死吧 所以老闆就改成說 想要用真人的模特兒展示 想吸引更多的作群這樣子 那自從老闆用了 這樣的一個真人的模特兒以後 是真的客群增加很多嗎 當然我相信像彭博幹 這些應該會常去 是真的這樣嗎 吸引很多男性嗎 對 吸引很多男生 像有一些 以前男生不太會進 我們的內衣店去逛 然後現在是還滿多男生會 特地接那些買內衣的藉口 來我們店裡面逛這樣子 可是這樣是男生自己去嗎 還是 因為你可以想像出來 如果要是情侶一起進去 那萬一他男朋友或他老公 就一直盯著你們模特兒看 他不吵架才過來 會不會這樣 有有有遇過這種狀況 然後就是 像之前有一個客人 他帶他女朋友來 他以為說他的女朋友 在很認真地挑東西 然後他就一直看著我們 然後後來他 那個女生就是看到之後 就是生氣這樣子 後來他們就吵架 後來男生就走這樣子 OK 那你們的薪水收入好嗎 我們頂薪四萬 然後加業績抽籽還不錯 OK 四萬 好啊 來 提問時間 一次要站多人 我們一次站半個小時 我們有兩個輪 半個小時輪一次 一次最多時間是在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輪一次 OK 來 有沒有進過最誇張的性騷擾 你是站在櫥窗裡嗎 因為我們在櫥窗 所以跟客人之間 還是有一些區隔 隔開這樣子 對 沒有那種站在櫥窗前面 就一直這樣子盯著你們看啊 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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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也有 做些猥褻的動作嗎 有 有碰過那種人嗎 有 也是有 那怎麼辦 叫老闆把他趕走 沒有啦 就是 我們就是時間久了 慢慢習慣了 會習慣 沒辦法 也不能改人 來 出現歐老師 歐老師對這一定有 對 有研究什麼 歐老師趕快去買貨 有吧 我是說 會不會有人以為是 荷蘭的紅燈區 紅燈區 沒問題 大家會吧 然後盛禍就在裡面問這些 沒有欸 沒有 沒有遇過這種狀況 OK 好 所有的資訊聽完畢 想清楚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子 或是在哪些地方 剛開始興起的 妳不知道到底是怎麼樣 真的 還假的 壓幾分 來 請選擇 第一組壓的是真的一分 第二組壓的是假的一分 第三組壓的是假的三分 好高喔 這個中的是妳決定的嗎 我決定的 妳決定的啊 對 為什麼 我好像有看過這樣子的新聞 OK 我有記得 我有印象 那新聞是這樣 國內還國外 好像是國內 國內 記憶裡 OK 那妳們是最篤定的 三分 是 歐老師妳的經驗 告訴妳說這是假的 如果是真的 我太太一定會告誡我 不要靠近那個地點 而且我覺得 如果是真的 我覺得是 薪水太低啦 以她的條件啊 然後佔一個月啊 居然才四萬塊 四萬不低 還有充成啊 四萬不低 四萬起薪欸 而且她只要站著 她什麼東西都不用付了 OK 好 真正假假 假假真真 到底Revap是真的還是假的 內衣除妝的真人模特兒呢 好 正確的答案是 假的 恭喜第二組 第三組 都獲得一分跟三分 好 Revap 不好意思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您的工作是 服事業 服事業 對嘛 妳本身就是從事服事業 那也是model這邊 這樣的行業嗎 還是像服裝 譬如銷售或什麼 銷售 是銷售 OK 那妳胸部這麼大幹嘛 不是 太疲倦了 嫉妒耶 不然我對妳才有信心 結果妳是假的 來 接下來 妮可白是什麼樣的潛意識呢 好 這一位是毛小孩 限定寵物按摩師 DESICA 請問一下 要幫毛小孩去做事 肌肉按摩 是 那這個 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發想 真的是拿她當自己的小孩看 所以才會講大人需要 小孩 毛小孩也需要 這個其實是 從歐美傳過來的 它基本上是 有醫療上的根據 對 我們通常在按的時候 你知道 譬如說按摩師都會問妳說 最近有沒有哪裡特別痠痛 妳就跟她講 我肩膀 我打球 或是我的大腿或什麼 那毛小孩呢 基本上我們觸摸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感覺得到 她哪一邊的肌肉比較緊 哪一邊她會 因為有時候她的表情 或者是她的肢體會告訴我們 譬如說妳這邊碰她 她抽動了一下 其實會告訴我們 她這邊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這樣 所以是靠妳們的經驗去觸摸 對 她抽動妳來 一般會帶寵物來按摩 其實一般也是 寵物它可能有一些些問題 可能它行走上面 或者是它開過刀 或者是年紀比較大的寵物 會帶來按摩這樣子 那妳們也有教別人 去幫寵物按摩 而且還有人學完以後 聽說是 我們在練習的時候 會先讓四主說 妳先在自己的家人先練習 對 在家人上先練習 那比較熟練之後 因為如果你力道掌握得不太好 那你直接用在貓小孩身上的話 讓他覺得不舒服 他以後可能會想要抗拒這件事情 所以說那是一段 練習的過程跟家人的一段 OK 如果有客人帶科技狗給妳的時候 跟妳說 他的髖關節有問題 希望妳能夠給他一些按摩 妳會怎麼告訴這個主人 我會先告訴主人說 就是基本上按摩 人類的按摩一樣 它並沒有醫療的效果 但是我可以幫他做到舒緩 那跟科技沒有關係嗎 科技 跟科技卷 他特別提 我特別提科技 因為他養了三次科技 知道嗎 對 因為他很多科技狗狗 會有那個髖關節問題 那當然是我會先跟主人確定 你看過醫生了嗎 那他 就是目前髖關節問題的 極數在哪裡 我會從他走路的方面 走路的姿勢來判斷 好 來 再一次 妳收費的情況 一個月能賺多少錢 不一定 大概 就好 大概 這樣講好了 譬如說帶毛小孩來按摩 一次大概多少錢 800到1000 一次 多久 時間 40到50分鐘左右 40到50分鐘 800到1000 來 玉琳 跟人差不多了 差不多 我大膽的問妳 小狗狗如果排便不順暢 應該按壓他什麼穴 其實按穴道是比較會痛的 那我們會希望狗狗是 藉由按摩經過舒緩 除非他真的是有這樣的問題 也許他 因為現在很多狗狗因為有針灸 OK 可以了 他後面再做個解釋 你們想清楚 好不好 OK 真的還是假的 要壓幾分 來 請選擇 好 又有意見不同的時候 來 米可白 好 第一組壓的是假的三分 第二組壓的是真的三分 第三組壓的是真的三分 怎麼樣 假 真的 我要壓真的 你說要壓真的 紅豪幹突如其來的翻盤 究竟怎麼一回事 目前最初的他們 是在玩什麼把戲咧 還是起了什麼內訌呢 不可能再搞一些酷手啊 比方說可以 都綠的啊 戴綠帽的人現在誰要走 有創意啊 那妳聽過小綠人 有林毅坦的嗎 有林毅坦的在哪裡啊 沒有耶 那個綠人在那邊動… 然後開始 回頭然後瞪大眼睛看 妳是卡到陰吧 妳是綠巨人啊